Hello大家好,这里依旧是你最爱的DJ情报局,我是音乐推荐人Johnny,在很多期节目中我们都说过,在当今这个愈发成熟的电影市场,很少电子音乐producer能够真正的打破模块化流水线创作的模式,从而做到真正的创新,不论是抄袭还是请枪手,那这些并不光彩的事情在当今的电影产业都是层出不穷的。 而今天Johnny要介绍的这位DJ呢,却用20年如一日般的热情,不断浇灌重铸着今天的电子音乐理念。 同样,作为电影领域的先驱者,他也不断用自己一手手火遍全球的金曲,拉高整个电影产业的水准。 没错,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人颂外号大乌梅的Umit Oskine。 作为为数不多的技术流producer兼DJ兼音效工程师,大乌梅不仅拥有出色的制作技术,还是行业内顶尖的音色设计师。 顾名思义,作为电子音乐行业最重要的职业之一,音色设计师的工作就是不断调制出新的音色,供给制作人使用。 如果没有它们呢,恐怕也就没有我们现在听到的电音了。 那这个职业呢,可不是普通人可以做的,不仅需要对各类合成技术掌握的炉火纯青,还得针对各式各样的音乐风格,满足顾客的要求。 Johnny呢,曾经也在朋友那玩过Silence Massive这类音色合成器真的是噩梦一样,每每看到机械上那密密麻麻各式各样的旋钮,脑壳子就疼,就连哪个剑都是什么意思都要想个半天。 反正呢,我这辈子肯定是和音效工程师无缘了,那因此Umit Oskine在自己做歌寻回演出之余呢,也会不断的设计新的音色包,为整个电影产业源源不断的注入新能量。 那说了这么多呢,是不是觉得我们大屋梅超级酷呢?本期的DG情报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Umit Oskine的电影世界。 今天的一开始呢,先带来一首大屋梅超棒的remix作品,Smooth Criminal。 1,2,3,Let's go! 1,4,1,2,3,1,2,3,1,3,2,2,4,5,0,2,3,2,4,2,4,1,3,2,4,5,0.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土耳其的基因啊 荷兰电影的内核外呢 老天赐予了他一张轮廓清晰且充满抑郁风情的脸 再配上一头乌黑帅气的压缩同款长发 在台上大跌的时候别提有多潇洒多写意了啊 在去年大乌梅更是被评为全球最性感的百大男星之一 光是靠脸就足够吸引一大批的死忠粉龙 那自打14岁就开始接触音乐 乌梅拉奥斯坦靠着过人的天赋啊 十分轻松的学会了长笛 钢琴 小号等各种乐器 这也为他之后出色的创作能力呢 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显有人知的是 乌梅拉奥斯坦早期的音乐风格其实是Chance 在2012年他凭借着一首Reboot霸占Bport销量榜冠军整整七个星期之久 也是这首歌让他逐渐走进了大众们的视野 随后他受邀加入了世界级DJ Center Van Doorn 长牌 Doorn Records 与众多Chance这些大咖的合作 像当时的Testel 阿尔明 还有Paul Van Dyke 可以说是三神戴意坑啊 一起联手制作ASOT 也就是State of Trance 电台的主题曲 在业界是深受好评啊 有了小名气之后呢 Umit 便开始在全世界各地的业电来回飞了 那2013年到2014年间呢 随着David Gator 带起了一阵商业舞曲潮流 像Electro House, Big Room House 这类曲风简直是大行其道 于是业界大部分制作人呢 纷纷制作起了这类电子舞曲 可以说像Hardwell, Blaster Jacks, DVLM 这几位大佬都是因为深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 才走上了Big Room House这条不归路啊 不知道是不是在夜店泡酒了 还是榨取听多了 原本专做Trance这类迷幻曲风的大乌梅 没想到也180度大转变 化身五尺乍逼 乒零碰浪地做起了大房子 其实Umit的精力和王炸二人组W&W非常相似 一开始做Trance的时候呢 虽然小有名气 但是一直不温不火 不得劲儿你懂吧 直到转型做起了商业化曲风 才算真正的体验了一把做人的滋味 所以啊 有的人虽然名气不响 但并不代表他的制作功力不咋地 人各有志嘛 有的人是奔着出名百大DJ去的 那也有的人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做个音乐 图个乐 那对W&W和乌梅来说呢 无疑是前者了 他们的思路其实非常明确 先用迎合大众的曲子把粉给圈足了 先把自己这块牌柄先擦擦亮 不至于可怜到作品没人听 最后呢 再回归到初中 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那又有何方呢 那今天Johnny带来的第二首歌呢 是Umito Oskan联手比利时基老 在2016年共同发布的The Ham 风格无疑是最炸最容易洗脑的Big Room了 这歌仨呢 碰在一起 简直就是天雷勾地火火星撞地球 一起开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比于大部分音乐人的《昙花一现》 只靠着一首歌一炮而红 Umito Oskan的成功呢 更应该用到水到渠成这个词来形容 那接下来呢 Johnny就为你一一盘点一下大屋梅历年来的作品 首先是让无数世人震惊的出道之作 Time Wave Zero 随后的2013年呢 与W&W合作了一首The Code 便立马登上了Bport舞曲排行榜冠军 14年呢 14年呢 又在Spinning Records发布独立单曲Rise Your Hands 并和姐妹花啊 Nervo 三哥Rehab 合作了一首诈曲Revolution 于是在当年的DigiMac世界百大排行榜上啊 这暴涨了68名之多 就连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比利时机老DVLM 都亲自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于是在1516年接连发布了The Hum和Melody 这两首火遍各大电影节现场的舞池声曲 可谓是走向了职业的最高峰 2017年Umito在电影圈刮起了一阵怀旧风啊 接连remix了Michael Jackson的Smooth Criminal Dr.G的The Next Episode 以及黑手党的More Than You Know 这支重混三部曲也成功帮助Umito上位百大DJ第38名 那今年的大屋梅更是没有闲着 在Spinney Records下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磁场牌OZ Records 并发布了三首超棒的Trans作品 无疑更加巩固了他作为全球电子领域顶尖制作人的地位 唉 说的我都要累死了 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啊 虽然作为一名82年的大叔 在这个鲜肉当道的电影圈内呢 并不算年轻 但大屋梅这些年来呢 正是靠着内心对电子音乐的热爱 不断坚持着创作歌曲 不断给每一位粉丝带来惊喜 跟自出道以来呢 从没有通过自己的个人品牌或者标签 去为自己打任何的广告 或者是吸引任何人的眼光 那这么多年来 替他撑腰说话的 让他成为真正能够吸引到粉丝的 一直是他对电子音乐百分之两百的热爱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DJ情报局的全部内容啦 希望各位电台前的小可爱们 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 在节目下方点个赞留个言吧 这些都是对我们Y国EDM其大的支持 做兄弟在心中 人在做天在看 真心感谢各位的支持 Y国电音POD 一个用心推广电影文化 分享EDM讯息的电台 那下期再见咯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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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期待你的到来哦 那下半期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 准备好和Johnny一起进入Next Level了吗 Let's go